今天呢我们介绍一种超级换脸的技术 这个呢就是阿里巴巴最新研发的FaceChain 那你从这个名字上大概也能看出来啊 它其实呢是一种工作流的优化 所以说呢重点不在新的模型新的技术 而是在不同技术的组合而组成的一个新的Workflow 或者叫新的链条 那这种组合方式呢 可以让我们进行人物的高精度的换脸 那这种技术呢 其实既不同于我们的IP Adapter的FaceID 也不同于我们说的Reactor这样的技术 那里边呢其实是很多技术的融合 包括我们的面部识别 面部检测 面部的关键点分析 面部的对齐 很多很多的内容 当然这个技术它之所以成功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阿里巴巴在平时呢 积累了很多的性能良好的自由模型 当它把这些自由模型组合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效果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具体的操作流程 那这个呢是FaceID在包包脸上的一个页面 这个作为一个在线的demo呢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包括你可以看到它的Github的官方链接 以及论文的地址 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训练的部分 第二个呢是无线风格的这种生成的部分 第三个呢是固定模板生成的部分 那训练的部分的话呢比较简单 首先呢我们需要给这个人起个名字 然后呢我们上传一到十张图片 那么它对上传的这个图片呢也有比较高的要求 它这也强调 那么这个图片呢应该是尖头照 或者叫头尖照啊 就是不要有太多的身体的部分 因为它还是更多的在捕获人脸的一些基本特征 然后每张图片呢大概要训练一分半种 在训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切换到这个生成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无线风格的这种生成 选择你那个人物的列表 然后选择一种风格的Laura 就是你希望它生成一个什么样的图片 第二呢我们先来选一个GK校服的 也就是日本的这种海军式的这种校服的 那另外在高级实质里边呢 你可以自定义一些基本的正向提示词和反向提示词 那如果你不是特别熟的话呢就按默认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 这个呢跟我们上传的这个人物呢应该说还是很像的 从人脸的特征来讲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从整体的融合度来讲呢不是特别好啊 但是呢也和我们的Reactor啊或者是FaceID啊 基本上是相同水平的 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生成其他风格的图片 防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生成冬日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照片 大家也会发现这个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 那它的第二种生成方式呢就是直接进行图片的模板替换 你可以认为是一种直接换脸的方式 首先呢你需要先有一张图片 这儿呢我们直接选它实力图片里边的一张 然后呢直接进行换脸就可以 那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没有风格啊 也没有什么特定的要求 只是把脸换掉 只要脸部融合以及对齐的部分做好就可以了 那我们看最后的效果这个效果我觉得应该是比传统的换脸呢效果要好很多 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这篇论文 这篇论文的话主要介绍呢 FaceChain呢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 那FaceChain呢其实是借助了它非常多的这个基础研究的一些成果 才达到了这种少量样本 Laura未调的这样一个效果 它所有的关键点呢都在中间的这个FaceLauraModel这个上面 它这儿呢也有一个说明 说是TradeOnline就是代表着这个是在线训练生成的 也就是刚才我们上传的那个图片呢 主要就是为了生成它 这个训练的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黄色的这个流程 那我们开始它怎么去做的 那首先呢你需要上传三到十张自定义的照片 然后呢它会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方说脸部的一些检测 包括脸部的一些标注 这个呢都需要你有比较高精度的标注模型 那么像阿里这样的公司呢 它在之前可能积累了很多这样的基础研究 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呢去旋转人脸 旋转人脸呢主要是把人脸旋转到一个正面的状态 那就是那个图片可能人脸是歪着的 那经过这种旋转之后呢 可以达到它是一个正脸的效果 那同样呢我们会进行人物的一些分析 包括皮肤的一些retouch 然后呢我们最终其实要的就是这么一张脸 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就都不要 然后呢就是对脸的属性 或者叫脸的关键点呢进行分析 包括tag也就是标签的一些操作 那这些标签呢你可以认为是我们写的那个提示词 那这些提示词最终目的是可以非常好的来描述这个人脸 那这个提示词出现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类似于defaultion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提示词呢其实就可以直接扔给我们这个在线训练的laura model 然后呢让它生成一张人脸 你注意这个生成的只是人脸 生成的人脸呢会和我们这张人脸呢进行一个对比 那训练的依据呢就是我们训练出来的这个人脸和我们真实人脸之间的这个差距 或者叫loss 然后我们不断的减少这个loss 那就可以让feith laura model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这训练的时候呢大概就这样一个流程 那真正生成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绿色的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看一下提示词 提示词完了之后呢会进到我们的stable deflution的model 同样呢也会用到我们的laura 这里边的laura的话呢会分为很多种啊 大体呢有两个第一个就是style laura model 比方我们说的校服风格呀国风风格呀 这个就是属于style叫风格形式的laura 还有一种就是脸部的laura主要是用来表现人脸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线训练的部分 然后他们之间呢会进行权重的融合 融合完之后啊就可以生成一组人脸 你注意它生成的是一组啊而不是一张 然后这个人脸呢同样会进行检测呀旋转 然后得到脸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会跟我们输入的这个人脸呢做一些基本的操作 比方说人脸的这个融合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简单的换脸 我们得到一组 然后进行一个ranking排序啊 比方十张我们把它的质量从高到低进行排序 然后选质量最高的这一张 这个流程其实不是特别的复杂 所以说你会发现lanching呢就是脸部的链条 它其实是一种工作流的整合 并不是新技术的研发 工作流它整合的基础 其实就是阿里的这些对应的基础研究的这种成果 可以保证每一个都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从而保证整体链条最终出来的效果呢 是令人满意的 那另外他这也提到了啊 就是说虽然这个技术呢 在整个阿里目前发布的这些论文里边 我们知道目前阿里发布了很多的这种论文啊 比方有dream系列的 包括我们的dream moo dream talk 包括安内系列的这一些模型的话呢 其实相对于这个技术来讲呢 都比较高端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论文呢 是因为这个论文是其他所有技术的一个基础 比方说他这也提到了dream talk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facechain这样的一个东西 加上side talker 然后来形成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他虽然不是高端技术 但是是高端技术的基石 那你也看到了facechain呢 其实呢是融合了很多技术 最终出现的一个效果 不得不说阿里巴巴最近呢 在井喷式的研发模型 那字节跳动呢 其实目前的状况也是这样 也在不断的出这个新的模型 而且两个公司在出新模型的领域呢 还是重叠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就有看头了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 作为一个懂哀的人